深夜的病房中 突然传来了男人的磨牙声 看向一旁睡不安稳的女儿小美有些恼怒 因为是住院治疗女儿需要静养 于是小美拉开窗帘想要提醒一下对方 但诡异的是等小美探出头来 那声音竟突然戛然而止 然而更加恐怖的是 空荡荡的病房内 除了她和女儿外并没有其他人 小美很是疑惑 因为她冥冥中计的 昨天隔壁床铺住进来了一个病危的病人 随后不明所以的小美给女儿盖好被子 这一夜她不敢再睡觉 以至于第二天上班时都精神恍惚 而等她回到病房照顾女儿时 一直听话的女儿突然变得性情大变 女儿声称她昨晚做了一个很恐怖的热梦 说是有个老爷爷想要抓走她 小美加以安抚后 女儿这才平静下来 而这时小美注意到临床的病人不在了 听护士说是患了肩病房 这下小美有些害怕了 既然隔壁的床铺住的是位婆婆 那么昨晚病房里传出的男人磨牙声到底是谁呢 这晚警惕的小美没有拉床帘 而是坐在床角给女儿守夜 可这时女儿却从梦中醒来 小美只能耐心地安抚女儿 直到确认女儿的确入睡了 她这才拉上了床帘躺在了女儿身旁 可到了半夜 那奇怪的声音又来了 而且女儿突然开始浑身发烫 小美见状想要赶紧去喊护士 可刚走到门口 她的心中突然涌出了一种强烈的感觉 倘若她现在走出房门一定会后悔 而此时躺在床上的女儿也爬了起来 女儿看起来有些奇怪 没多久她竟失魂落魄地伸手 直向了对面空荡荡的床铺 并声称上面有个奇怪的老爷爷 好像有点喘不过气了 小美见到女儿怪异的举措 瞬间被吓得冷汗直流 不过想到女儿有些高烧 或许是女儿说胡话也不一定 再给女儿递了一杯水后 女儿这才重新睡去 第二天外婆来探望外孙女 或许是老人的直觉 她刚踏入这里就察觉到了一股阴冷 进屋后她特意奉劝小美最好换一间病房 小美见状虽然嘴上说着没关系 但还是去找护士商量换病房的事 结果半路上她看见几个病人 竟对女儿所在的病房支支点点 小美吓了一跳 赶紧就要去找护士换房间 可谁知护士却说 最早也得等明天才会有空置的病房 没有办法 小美只好决定再强忍一晚 可当晚那奇怪的磨牙声又出现了 而且女儿说好像就是在他们身边 可掀开床帘病房里仍是空无一物 小美顿时心里发忙 都说小孩子能看见大人看不见的东西 连续两晚都这样 难道说真有什么鬼怪藏在病房里 眼看女儿说那东西越来越近了 小美吓得立马把女儿抱到了另一张床上 随后她慢慢趴在地上 想要检查一下床下有没有东西 好在床下并没有什么异常 第二天担惊受怕的小美 打算给女儿换个房间 因为护士要整理床铺 小美就把女儿放在了对面的床上 想起昨晚那奇怪的声音 小美仍旧心有余悸 于是当着护士的面她问了一嘴 听到护士的回答 小美这才有些安心下来 那只救在两个护士 把女儿并床上的床单掀起来换洗时 小美却看见了令她毛骨悚然的一幕 在最底层的床垫上 净凭空出现了一具包固白布的身体 那身体发出阵阵喘息 正和她这些天听到的怪声一样 恐惧到极点的小美一把抱起女儿 原来那声音不是来自其他地方 而是来自于他们床下 正和她鲍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